前不久,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了我国火箭军谋旅进天实战,刻苦训练的事迹,新闻画面中,再次出现了东风16导弹的画面,并强调该旅可以组织东风16导弹进行大密度多波次打击,随时能战。 东风16作为火箭军的新成员,是我国研制的一种忠诚战役战术带到导弹,根据我国东风导弹的命名习惯,东风16前面的1表示火箭级数,后面的6表示虚位,意味着东风16是使用单机火箭的导弹。 尽管东风16在2015年的胜利日大热冰中才首次正式亮相,但东风16导弹研制和装备的时间相当早,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发射试验,东风16导弹采用了10乘以10轮式导弹运输,储存,发射一体运车,该车全长16.3米,宽3.5米,重量达到了22.5吨,拥有45吨的最大载重。 公路机动条件,下的最大时速是70公里,根据导弹弹体和车长的比例推断,东风16导弹的弹体长度在11米以上,弹性应该在1.2米以上。 图为东风16导弹的一个发射营,6枚导弹,配备三种精确制导弹斗部,东风16中承担到导弹处于射筒,是棒壳式两半的结构。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发射时,上半截打开,下半截和导弹一起起数,然后下半截再放下,导弹裸体发射。 这样即能保持统射导弹处于轻物状太好的优点,有能降低成本和设计要求。 在2015年与东风16同时首次露面的东风26导弹,其设计就比较特别,应用了十几项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技术,从战斗部,发动机,导弹制导,再到发射技术,都是最新。 相比之下,东风16导弹显得十分简陋,简直是对付和凑合。 所以六军是专家趁其为一种廉价的先进导弹,除了热心网友制作的BF-16弹道导弹的模型,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役战术弹道导弹之一,甚至比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更具威射力。 东风16导弹是一种固体燃料导弹,结合它的弹体长度和相对BF-11和BF-15更粗的弹镜来看,该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左右,这个射程非常有趣。 它比东风11的300公里,湖东风15的600公里更远,但是比东风21导弹的2000公里左右射程更近,有效填补了这个射程上的空白。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数字游戏这么简单,BF-16弹道导弹选择1000公里的射程是有原因的。 毕竟BF-21和BF-26这样的导弹是有专门针对的特定目标的,还是用在主要任务上比较好。 BF-16可以密集的使用在各类型战役战术火力突击之中。 现代战争,随着被接触作战和防区外打击方式的多样化,攻击型兵器的航程和射程大大提高,远程精确打击成为战争初期双方都会采用的作战手段。 由于近年来,我国军力和打击能力的提升,我们的某个假想对手开始把他们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主要兵力进行后撤,甚至部分兵力撤到了澳大利亚大尔文港,这样一来就能离开我国大量远程攻击武器的打击。 保持作战的稳定性,如果要对这些目标实施攻击,比如这岛上的空军基地目标,如果使用DF-11和DF-15这样的导弹,以密集的射击和火力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并且足够密集的火力去摧毁目标。 只有一个问题,射程够不着,那么如果是用东风-21导弹去攻击,那么虽然射程够了,但是由于该导弹价格很贵,数量有限,生产缓慢,技术先进,所以用于攻击这样的目标,还得突破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是低效和不划算的,甚至有时候也会影响其他方向的作战。 所以,如果有一款使用子母弹头,射程1000公里左右,采用东风-11和东风-15成熟技术并稍加改进得到的导弹,那就是最合适的。 它可以大量的生产,也可以实现对中远距离目标的精确攻击,还能利用子母弹头和密集骑射去突破导弹防御,这就是最合适的了。 如此,东风-16导弹就诞生了,我们可以发现,上文几岛的三种弹头,几乎都是用来毁伤大型基地的。 无论是钻断弹头还是精确弹头还是字母弹头,都是对军事基地不同目标和设施的打击选择。 可以说,大量的东风-16导弹,就意味着在我国周边1000公里范围的假想敌大型军事基地,都不再安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